嗨,你终于来了,谢谢你听到我,这里是有温度的诚意电台,如果你有太多的心事,无处安放,大把的烦恼,无处宣泄,欢迎到我的同名微信公众号,诚意,这里有千万有趣的灵魂,再先陪你聊一场不失眠的天。 一番决定离开北京的时候,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人,只是在列车即将开动的时候,在群里发了一条告别的消息,我们一群五个人没有人去追问他到底为什么,也没有人去劝他留下,跟他说什么,一切都会好的。 我们只是默契地好好和他说了再见,也留下了常联系的祝福。 因为我们都清楚,悄无声息地离开,可能已经是他最后的崩溃了,若不是撑到无能为力,他又怎么可能说走就走。 就像是人们说的那样,成年人的崩溃是一种默不作声的崩溃,不会摔门砸东西,不会嚎啕大哭,或歇死地离。 但可能某一秒就积累到极致,然后不堪一击,轰隆隆倒下,没有人愿意说走就走,可以没有人说熬过去就能熬过去。 所以不要总是轻易问别人,为什么走,毕竟留不下,总有留不下的理由。 记得之前有一次吃饭,一番,坐到桌边的时候,就开始流泪。 他一边哭一边和我们抱怨着说工作上的委屈,说组里的同事是老板的亲戚,犯的错背过的只有自己。 说因为客户需求突然有变化,他已经连续加班了几个通宵,累了只能在公司的卫生间里打个盹, 说上个月没有完成原有的任务量,所以没有了奖金,可房租却在寂寞时又涨了三百块钱。 他说生活真的好难,这种日子究竟什么时候是个头? 我们劝他说,生活都是这样,过着过着可能就好了,但那句话里有多少安慰的成分,其实我们比谁都在清楚不过。 只是在那种时候,装傻冲愣得不戳破,可能就是我们可以给彼此最大的勇气。 等到将近凌晨,桌上的酒也已经喝得差不多的时候, 有朋友提议在点上几瓶酒,一番却只是白白手地拒绝说不要了。 明天一早,我还要继续赶方案,上午要和客户开会。 你看,成年人就是这样,即使曾在深夜痛哭流涕,大喊大叫地说是想要辞职, 却还是会在第二天清晨的时候醒来,化好精致的妆, 然后面带笑容地走进公司,对着办公室里的每个人说你好。 你总是觉得身边的所有人每天看起来很正常,会受笑,会打闹,会社交。 但其实,他们实际上糟心事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了, 却不能歇自低里地哭泣,也不能旁若无人地叫喊, 毕竟明天还要上班,还要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。 成年人的世界里最好的本事是演技,最大的本质是谎言, 那一层不能捅破的虚伪是每个人最好的保护层。 有时候我们拼死拼活,不过都是为了让自己能在罩子里活得久一点罢了。 有人说,能说出口的都不是最疼的,最疼的事其实都是不会发在朋友圈里的, 就像一帆被劈腿分手的时候。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渣男前男友发了条朋友圈, 我们始终不会知道,那个傻姑娘七年的感情就这样被人毁于一旦。 可是当我们问起他时,他却只是说,不是不想说, 而是不知道要怎么说。 自己也曾在无意泪湿了枕头套床单的时候, 想要打电话找你们大哭一场, 却还是在最后将发出的消息就撤了回来, 因为明白,有些事情可以感动身上, 有些情绪却只能自己消化, 没有人能知道我们曾经有多爱他, 所以也就没有人知道我们现在有多么不想恨他。 我害怕没有人知道我的痛苦, 又害怕别人因为我的痛苦, 把他骂得体无完复。 就像是雪崩时, 没有一片雪花, 是无辜的那样。 感情消耗的时候, 没有一个人可以不用为这场错误, 负一点责任。 我不原谅他也不恨他, 可这些我没有办法和旁人表达, 所以这些我最终只能自己消化。 其实那段时间很多时候, 我很怕别人看出我情绪不对, 问了你一句, 怎么了? 因为知道那一刻自己的情绪可能就会像吸了闸的洪水一样喷涌而出。 我害怕硬生生地压住所有情绪说上一句没事儿了, 也害怕被人听完所有的事情后, 痛骂他一顿, 更害怕听得到一句, 这有什么, 别瞎矫情。 所以我宁愿悄无声息不说话, 因为知道, 其实自己的残局只能自己收拾。 记得小时候长辈总会和我们说又不是什么大事, 人人就过去了, 可长大后身边人都在告诉我们说, 哭一哭就好了, 不要把难过的在心里憋着。 因为我们都明白, 没有眼泪才是成年人最大的崩溃。 越来越多的人会每隔一段时间习惯性崩溃而后自愈。 他们将一场场风起云涌, 硬生生地跪于平淡, 但别人却对此一无所知。 他们不敢在亲近的人面前流泪, 也不敢告诉别人, 自己其实活得没那么开心。 这世界上有些悲伤, 只能自愈, 有些心情, 无人能懂。 我们都明白成年人的世界充满着崩溃, 却还是愿意在每一次跌倒后, 告诉自己, 其实生活, 未必会一直可悲。 然后继续守着那些伤痛默默努力, 悄悄成长, 渐渐厉害, 就像是刺猬的歌里唱的那样。 在宿命身后, 不停挥手, 视死如归仇, 毫无保留, 愿来日可期, 愿所有的崩溃里, 都没有遗憾的眼泪。 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, 既然你说的留不住你, 回去的路有些遗憾, 担心让你一个人走。 我像是眼泪, 我不过温热, 不能放弹你的忧愁, 如果这样, 说不出口, 就把遗憾放在心中。 把我的笔纱留给自己, 你的美丽让你带走。 我像我可以忍住悲伤, 可不可以一夜回忆, 想起我。 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, 既然你说留不住你, 不问你在天涯海角, 时不时的你也会想起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